说到新冠大流行 现在仍在世界各地发生 尽管已经各种的疫苗出台 但是其实科学家还在寻找能够抗病毒的方法 台湾中国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 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生物检贝养胺 对于新冠病毒变种具有预防的作用 而且具有开发药物或保健品的潜力 这份研究已经发表在2022年7月份的 食品生物化学杂志上面 这份研究报告了使用哪一种的天然植物 对于各种变种病毒是否都有阻挡力 但是否表示防感染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本篇论文的作者科学家 中国医科大学助理教授王伟然博士 哈喽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采访到您 那在介绍这份研究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新冠病毒感染细胞的相关机制 请王博士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 那新冠病毒的话 现在最主要它要透过上面的一个蛋白质 叫做spyprotein 中文也叫赤蛋白或极蛋白 那当它接触到细胞的表面的时候呢 通常都需要一个细胞上面的蛋白质帮忙 那这是宿主细胞的蛋白叫做ACE2 当这两者蛋白结合之后呢 细胞就可以借由其他的作用 把这病毒吞进细胞里面 让病毒可以在细胞内开始做它复制等等一些动作 但是呢其实细胞上面不止这个 病毒也非常聪明 病毒它上面的次蛋白 极蛋白这spyprotein呢 它有时候因为它的片段的关系 它有时候结合到ACE2能力 可能有时候会不太好 所以呢 从细胞膜上面就有个两个蛋白质 都会去帮忙这个极蛋白做一些修饰 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面 有一个蛋白质叫做TNPRSS2 那另外一个红色的标示的蛋白质叫Furin Furin 那这两个蛋白质的话 再可以看到画面上 它有个剪刀的意思 这两个蛋白呢非常特别 它是一个蛋白酶 它会负责呢 把这个spyprotein上面的这个片段呢 做一些剪辑的修饰 那经过剪辑修饰之后呢 这个spyprotein呢 就会觉得 好哦 它的现在的清合力就可以变强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它跟ACE2的结合能力变强了之后呢 就可以更帮助这些 那个病毒呢 SARS-CoV的病毒呢 进入到细胞里面 所以说在整个病理的一个机制里面呢 除了在阻断ACE2跟spyprotein结合之外 其实如何要去抑制TNPRSS2 以及Furin这两个蛋白质呢 在目前的研究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这次的实验也是借由就是病毒 感染我们人体的这样一个机制 来就是研究这个物质 就是这个天然物质是否可以来阻断 这个我们人体跟病毒的接触 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不可以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2022年7月份发表这食品生物化学杂志上的这个实验哦 它是怎么样设计的 OK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节目的邀请 也非常荣幸可以在这边分享我们的研究 那这边的话我们首先呢 我就很好奇说那现在来说 虽然有很多的西药的发展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药的一个herbal medicine 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对抗这病毒呢 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个library这个药库 那这药库里面呢 其实含了100多种的一个单单一的化合物 但是这些单一的化合物呢 不是简单的一个一个成分而已 这些单一外合物呢 一开始的来源都是从某些的植物药 或是这些herbal medicine 传统中药里面去萃取出来的 那我们用了这100多种单一化合物之后去筛选 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一个个加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的compound 这些化合物对于这个病毒会有抑制作用 那可以看到那个图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大概有大概前几名的部分的话 大概有四到五种的一个candidates 是非常的作用的很好 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史马希特或是配密贝母素的部分 或是香草酸或是金松双黄酮的部分 都可以明显的去抑制病毒的入侵 当然这些其实那时候我们做研究啊 也有跟那个奎宁 hydroxycranic去做比较 那这几个药物的抑制效果 其实跟hydroxycranic都是差不多 甚至更好 所以这几个一开始我们筛选出这四种药物 都作为我们的候选的药物 那这些的话其实都跟那些中药的背景有关 像是金松双黄酮都是从银性萃取物来的 那像我们的贝母素的话 就是从川贝这杯来的 然后香草酸的部分的话 像有些某些的植物啊 这个链接的等等之类 都会有含有这个香草酸的成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选了效果最好的这四个 当做一个我们候选药物来做进一步的下一步的筛选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想再继续接着请教您 这一次的研究您是直接使用提取物 还是说我们直接使用药材 那您刚才有提到了这个贝母吗 那贝母的选材 它在选材上面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呢 那在这些compound部分的话 我们都是直接去购买它的提取物 那当然我们在后续的研究里面 我们有用到一些直接用药材去组来的试验 我们有试过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些的化合物 我们都是直接用提取物的部分 那在选材的部分 那因为后续的试验 我们用到一个贝母的药材 那在药材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很基本的就是从 一般的中药材行里面 可以购买到的一个贝母 或是这贝的材料里面 去用水去煎煮过后 再用这个药水 这个水呢 再去做细胞实验 那也才能达到一个抑制新冠病毒的作用 最主要的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上面有画的不同颜色的那个病毒 非常可爱 它是所谓就是现在目前 WHO过去认定过是一个variant of concern 就是比较需要高贯注的变种病毒株 像是大家最熟悉的 α病毒 β γ和Omicron 当然现在最主要就是Omicron的再变种 像是BF4 BFI等等之类的 那可以看到这些病毒呢 当它要侵入到细胞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那个spy protein 所以在各种变种病毒里面呢 spy protein的上面的变种 已经到现在演化上面 已经上进几十种的变种的一个突变的部分 OK 但是呢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贝母素 这些贝母素是来自于川贝或是浙贝的部分呢 我们发现它可以明显的去抑制不管是哪种病种病毒 去跟ACE2的一个结合之后 并且侵入到细胞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加入我们的贝母之后呢 这些病毒就无法侵入到这个细胞里面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贝母的未来 相信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抗病毒 或者是一个预防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药物 那在右上角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做一个电脑模式 我们去模拟 那这些贝母素呢 到底是跟病毒的哪一个区域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会跟我们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蛋白ACE2做结合 那的确在我们电脑模拟的上面可以看到 贝母素呢 非常有可能非常有potential去结合到 这个spy protein跟ACE2上面 可以当做一个blocker 一个阻断剂 让他们两者就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病毒就没有办法 借由融合进入到细胞里面